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透露一点什么小内幕啊或者是小趣闻什么的吗 我们当时我记得在哪儿搭了一个外景 我们的那个绿布围满了整个多少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 为了展现那个宏大的场面 但是第二天拍不了因为一阵大风吹过 把我们的绿布全部吹到了 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说 碰到一个好的班底其实挺幸运的 而且你特别会挑本子 我觉得就是好像接了很多戏 就是差不多是拍一个火一个的那种 但是这样就会造成就是你没什么自己的时间啊 那如果说就是你不拍戏的时候闲下来 那你会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吗 比方说我比较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竞技类的 或者跟速度感有关系的 小时候就很喜欢车 我记得小时候买的最多的玩具就是车 我家里的那个车模玩具可以拍一堵墙壁这么大 从小就买这些 然后大了以后呢就喜欢开车 喜欢骑摩托车 那你就是喜欢车的话 你有接受过一些专业的这种培训吗 因为我是欧哥品牌的合伙人 所以他们邀请我去日本的领路赛道 当然那天去有一个日本的一个顶级的车手中岛 他作为我的教练 让我有机会在这样一条F1赛车道上面去训练一下 培训一下 我觉得非常的过瘾 那天晚上我兴奋的觉都没有睡着 但我觉得你分享了很多开心的 其实就我们了解的这种场地的这种赛车执照 拿起来还挺辛苦的 但是我已经拿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已经拿到了 能多跟我们详细的再分享分享吗 我觉得很多同学 其实喜欢车的同学 会对这方面觉得特别的有兴趣 其实他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练习的 和一些专业的东西 是要去学要练的 但是也不是说天天练 因为成本太高了 而且我有很多赛车手的朋友跟我说 其实车也不能天天练 天天练也会练傻掉 你必须练几天 然后隔几天 消化一下 然后再上赛道就会有更好的回馈 就是你当时去的时候 有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吗 或者有没有留下一些纪念 我们可以看的 有 但是今天我在这里先卖个关子 后续会有视频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